哈喽大家好 我是庄野 很高兴又见面了 今天咱们继续咱们的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上一集咱们说到那个蒙特利尔的皇家山 顺便调侃了一些老市长老侯先生 不过后来等视频发出来之后 我收到不少来自蒙特利尔的朋友们给我的留言 指出来了一个错误 当然也不能说是错误了 就是一个发音方面的失误 或者说是不严谨的地方 我之前说那个老侯市长 他的名字是这么写的 卡米利安侯德 其中这个H-O-U-D-E的念法 我是按照英语念的 其实应该按照法语念 因为它是一个法译 按照法语念的话 那个H其实是不发音的 因此说那个H-O-U-D-E应该念成Wood 不是侯德 是吧 老侯应该念成老吴才对 你看 所以说嘛 你看 我这个不会法语 有的时候也耽误事 尤其是在我讲到魁省和蒙特利尔的时候 很多法语方面的读音错误 确实挺耽误事 不过咱们确实也没有办法回去改了 就这么着吧 反正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就行了 OK 关于老侯这个事 咱们就过去了 今天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皇家山的周边 有什么另外一些好玩的去处啊 来 咱们现在把皇家山的地图呢 再放大来看一看啊 咱们先看看东边 东边呢 有两个地方呢 值得说一说 第一个就是那个蒙特利尔的美术馆 为什么说我推荐这个博物馆呢 因为它非常值得一来呀 因为这个博物馆呢 它占了两个加拿大之最 第一 这个博物馆 它成立于1860年 是加拿大最古老的艺术类的博物馆 你看 一个加拿大之最了 第二呢 它是加拿大最大的艺术类博物馆 两个了 它呢 其实是按照展览区的面积排名的 你看 它在加拿大排第一 哎呦 有人一听的是一机灵啊 哇 加拿大第一啊 那 那在世界上能排第几呢 在世界上排第45啊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排名是不是太靠后了 所以说 咱们也别说世界排名了 就算在北美排名 你别看的是加拿大第一啊 在北美它只排到第18呀 有人可能会奇怪了 这是怎么搞的呢 你看我们加拿大呢 人口这么多 移民又这么多 兜里又揣着一帮法艺 法艺您知道了是吧 多才多艺的一个族群 是又浪漫又能搞艺术 怎么在这个艺术品收藏这方面 怎么这么落后呢 哎 您可记住了啊 半博物馆这事呢 跟你的艺术修养 没有半毛钱关系 咱们看那些艺术品收藏品比较多的国家呢 它要么有那个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要么呢 在历史上比较能打 抢劫能力一流啊 要么呢 它比较有钱啊 虽说是没有历史了 但是咱们可以用钱买呀 是吧 咱们再看加拿大啊 是要啥没啥呀 你看呢 这加拿大呢 它建国才150多年吧 所以说没什么历史了 而且呢 它又不怎么跟别人打仗 没有国家暴力的这个历史基因 再说钱呢 它虽然说有点小钱了 它只够自己的温饱了 而且天天跟在美国后面是蹭吃蹭喝的 所以说钱也不是太够用啊 这下子就好解释了 你看它又没历史 又不能打 又没钱 怎么跟别人比 咱们再看看其他几个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博物馆啊 那排名靠前的都是有原因的 咱们看这个第一名 那就是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东宫博物馆 俄罗斯你知道了 老毛子 历史虽然说也算很悠久了 但是它最主要是在历史上是超能打呀 又特爱扩张 所以说呢 它手里拿到一大堆艺术品是一点也不奇怪 排名第二的博物馆就是那个巴黎的卢浮宫 你看法国嘛 你知道了 它历史很悠久了 可以说是一流的历史 二流的武力 武力虽说差点意思 但是它还有过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辉煌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你可别忘了 这个法国人的创造艺术的能力 那可是超一流啊 你看法国历史上出了多少个名画家 所以说卢浮宫这个博物馆能够排第二 那太正常了 咱们再看那个第三名 中国的国家博物馆 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面 人民大会堂对面那个雄伟的建筑 中国的国博呢 在世界排名它是排第三 这其实也很好解释啊 你看中国的历史悠久啊 虽说是近代呢 被这个列强欺负 流失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可是呢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嘛 那些文物剩下来的呢 咱们咱们呢 那还是有不少的 所以说国博能够排第三 也没什么毛病啊 博物馆排名第四的 就是那个位于纽约的 那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哎 这就不用说了 美国嘛 你看大家都笑了 啥有钱啥有钱的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历史 跟加拿大时不相上下啊 但是人家钱多呀 钱多好办事啊 再加上近半个世纪以来 你看美国呢 它有一个世界霸权呢 所以说它的武力也超强嘛 于是呢 他们家艺术品多呢 太正常了 而且你看那个 他们美国的艺术品 多到什么程度呢 多到 你比如说那个 这么说吧 世界前15大艺术博物馆里面 美国呢 就占5个 在北美前20大艺术博物馆里面 美国呢 占18个 你看这个北美啊 前20名艺术博物馆之中 这个列表中呢 加拿大只有可怜巴巴的一个博物馆呢 墨西哥呢 也只有一个了 剩下的全是美国的 可是呢 人家墨西哥 那个唯一上榜的博物馆呢 就是那个 他们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嘛 那论其展厅规模来说呢 好歹还排了一个北美第二呢 而加拿大这个蒙特利尔美术馆呢 它才排到北美第18呀 而且呢 这还多亏了 加拿大有一大帮 非常爱画画 搞艺术的法艺们 不断的贡献 这才勉强让加拿大挤进了前20啊 所以说你看怎么比 人比人气死人嘛 所以说呢 在艺术品收藏这块呢 加拿大也没必要跟别人比啊 也比不了 圣诞期干啥呀 是吧 加拿大呢 其实就老老实实的自己跟自己比就行了 所以说呢 今天呢 您来着了 今天呢 我把这个加拿大境内啊 最大的几个博物馆给您列一下 咱们呢 自己过一过嘴瘾就行了 哈哈哈 加拿大排名第一的艺术类博物馆 就是这个蒙特利尔美术馆啊 排第二的是位于加拿大首都 渥太华的那个 就是那个门口有一个大蜘蛛那个 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啊 他排第二 排第三的呢 就是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安省艺术馆 The Art Gallery of Ontario 简称AGO啊 因为我就生活在多伦多嘛 因此我对这个博物馆也算是很熟悉了 它的位置离那个Chinatown不远啊 就在边上 我那是经常从这个AGO的门口路过 但是我没进去过 你看我骄傲了吗 等以后有时间的一定进去看一看啊 这是前三名啊 除了这三名之外呢 加拿大还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 艺术类博物馆啊 不过呢 咱们就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不是说它们不好 主要是因为咱们今天跑题的时间太长了 赶紧回到主题啊 咱们进这个蒙特利尔美术馆里面 瞅一瞅去啊 美术馆里呢 这个美术馆里面一共有五个展厅啊 占地面积呢 总面积达到了5.3万平方米 这个只是建筑占地总面积啊 其中它的展区面积达到了1.3万平米 不算那些临时过来参展的那些艺术品了 只算它馆内的永久收藏品 大概就达到了4万4千多件啊 可以说是非常多啊 而且其中有不少价值非常高的这个世界名作呀 所以说这个蒙特利尔艺术馆是非常值得一来呀 你要是喜欢艺术的朋友们呢 一定不要错过这里啊 不过说的这个博物馆呢 有不少狗血的故事啊 你比如说在那个1972年9月4日 就在这呢 发生了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 丢了不少珍贵的东西啊 你比如说那个珠宝啦 小雕像啊 另外还有那个十八幅啊 名家的画作 包括那个法国著名的画家 德拉克洛瓦的画作 还有一幅非常罕见的那个伦伯朗的 他画的一幅风景画啊 那个时候据算起来呢 失窃的总价值达到了200多万美元 有人听200万美元 不多呀 不就是一个豪宅的价钱吗 开玩笑呢 那是1972年呢 1972年的200万美元 和今天的1250万美元 因此说呀 1972年的此失窃 让蒙特利尔美术馆的损失是非常大 这些失窃的作品呢 除了找回来一幅之外啊 据说这一幅呢 也不是这个画家原作啊 是这个画家学生的作品 所以说这个价值掉了一大堆啊 除了这个找回来之外呢 其他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失窃作品 那到现在都没影了 后来呢 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到了2011年 又发生盗窃案了 而且2011年这个盗窃案呢 特别狗血啊 这小偷呢是密集的偷了两回啊 第一次偷呢 是2011年的9月3日啊 就在这个1972年失窃案 39周年纪念日前后两天 一个小偷啊 直接就在大庭寡重之下 趁没人注意呢 把一个浮雕给偷走了 这个浮雕大小 大概就是20厘米乘以21厘米嘛 你想咱们 你学生您知道了 一个尺子大概就是20厘米嘛 你看它的长度和高度 大概就是一个尺子那么高啊 你看 而且这个浮雕呢 它是没有玻璃罩保护的 它是当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里面的一个 杀岩浮雕啊 这小偷呢 就从墙上啊 把这个浮雕啊 喀巴一下给掰起来啊 装进自己的兜里 然后就大摇大摆的就给顺走了 这是那个第一次偷啊 第二次偷呢 是在10月下旬啊 还是同一个小偷啊 这距离第一次偷 且才过去8周嘛 这小偷又回来了 这次呢 他偷了一个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大理石头像啊 尺寸还是20x21厘米 也是那么大 这个艺术品 它其实是固定在一个基座上面啊 也是没有玻璃罩保护的 小偷呢 哎 很方便的 把这个罗马头像啊 嘎巴一掰 又摆下来了 捉进自己的这个小包里面 哎 又给顺走了 哈哈哈哈 所以说 你说这个博物馆 它是不是既吃不既打呀 八周之前刚丢东西 这还不赶紧加强保护 把这些没有玻璃罩保护的东西 都给包起来呀 结果你看 又让人得手了 不过呢 丢的这两件东西呢 第一个那个杀岩浮雕 那比较值钱呢 那价值超过了120多万美元 而那个后来偷的那个罗马头像呢 它的价值仅有4万美元 所以说这个小偷呢 他也不懂什么艺术了 他偷东西压根不看这个东西的价值 他只是看尺寸是否合适啊 只要能够很容易的掰起来 就能够很容易的放进包里面 哎 他就拿走了 后来失窃了之后呢 这警察开始调查呀 到底是谁偷的呢 哎 结果在埃德蒙顿呢 发现一个倒霉蛋 这位呢 名字叫做西蒙梅特克 这位是埃德蒙顿的一位瑜伽老师嘛 这个第一次丢的这个杀岩浮雕 就在他的手里面 不过他还挺冤的啊 他是买的 因为据他说呢 他当时买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文物 他以为就是一个复制品 这个梅特克呢 他的兴趣比较广泛啊 他对那个古代文化比较痴迷 于是他有一个蒙特利尔的一个朋友呢 就告诉他呀 哎 这个朋友呢 有一个认识的人呢 正在出售一座古代士兵的头像 这个头像呢 一看就有年头了 问他有没有兴趣要啊 你看 而且说呀 这个卖家呢 穷了都快吃不上饭了 哎 人家呢 就要1400加币啊 这个卖东西呢 就是为了还房租养孩子啊 这个梅特克呢 一琢磨呢 哎呀 看卖家这个经济条件 再加上要价这么便宜 这件所谓的古物呢 很可能就是一个复制品的 你想啊 那真品怎么可能卖这么便宜呢 不过呢 他还是很谨慎的啊 他当时还确实还担心过 这东西是不是脏物呢 于是呢 他就上网查了一查 在Google上面敲路啊 是否有没所布达米亚的文物丢失 结果呢 这个Google呢 告诉他没有 于是呢 他就放心的把这个沙烟浮雕呢 给买下来了 而且这个人买这个浮雕呢 他并不是为了挣钱 因为他不知道这是真品嘛 他呢 就是单纯的觉得这个浮雕 雕得非常漂亮啊 跟真的似的 于是呢 就买下来 一共花了他1400加币啊 买下来之后呢 很开心呢 因为他是特意飞到蒙特利尔去买的嘛 于是呢 买到这个大宝贝之后呢 他就带着这个大宝贝 从蒙特利尔飞回爱德蒙顿呢 放到自己家里 那是一天到晚 爱不释手啊 谁来都显摆显摆 结果呢 被催了 最后呢 让这个加拿大皇家骑警注意到了 人家找上门来了 这个倒霉蛋才知道呢 原来他手里这东西呢 是一件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真实的古董啊 根本就不是复制品 最后呢 这个西蒙梅特克呢 被持有赃物这个罪 被皇家骑警逮捕 而且咱们经常说嘛 是倒霉的时候呢 你喝凉水都塞牙呀 他就是 警察呢 在搜查他们家的时候呢 在他们家里呢 还顺便发现了毒品 他女朋友呢 也被发现有一大堆跟文物无关的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啊 都是顺便发现的 于是呢 这倒霉催的两口子呢 就一起被抓了啊 所以说您看啊 这种从古代废墟中逃回来的文物呢 你很难说是不是他带有诅咒啊 不过最后呢 毕竟这家伙是毫不知情的嘛 因此也没有给他判太重啊 最后呢 他获得了缓刑 最终呢 人呢被保释 并且罚他做了N多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就算了 所以说是高高拿起 轻轻放下 你看那个2016年 有一个加拿大电影啊 名字叫做瑜伽诗 The Yoga Horses 这里面的一个角色呢 编剧呢 就是在这个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 得到的灵感啊 不过加拿大电影 您知道了 没什么好看的啊 你也不一定能在网上找到这个电影了 我就说一下啊 哎 那有人问了啊 那2011年偷文物的 两次偷文物的这个小偷到底抓到没有啊 哎 好问题啊 据说呢 警方已经知道是谁了 只不过呢 到现在还没有收网抓捕了 估计也是因为证据不足嘛 而且他偷的那第二件那个罗马图像呢 据说是到现在也没找回来 所以说我猜呢 有可能是找到了 但是没公布啊 我瞎说的啊 不一定对啊 我为什么这么猜呢 因为这个文物找回来之后 再公布呢 没什么好处 哎 有人说为什么呀 哎 你看呢 这个第一件文物 那个杀烟浮雕就是啊 前面咱们说了 他闹得满城风雨嘛 连全世界都知道了 媒体也都知道了 电影 电影圈都知道了 是吧 媒体呢 也都是跟进报道啊 最后等这个警察找回来浮雕之后啊 这文物呢 是压根就没还给博物馆的 为什么 因为2011年这个文物被偷的时候呢 这保险公司呢 已经赔了博物馆一大笔钱了 因此说这个浮雕 在理论上 已经是保险公司的财产了 你博物馆如果想要这个文物回归的话 你需要把保险公司先前赔给你的钱还回去 你才能拿回这个东西 你看是不是很合理呀 哎 有人说不对呀 这个这个文物原来就是蒙特利尔博物馆的呀 哎 没错啊 是啊 原来是你的 现在呢 是保险公司的了 只不过呢 你蒙特利尔博物馆 你有优先购买权罢了 是吧 东西还是保险公司的 看这个博物馆一听这事呢 就头疼了 为什么 因为他手里没那么多钱了 当时2011年 保险公司理赔给他的钱 已经被他花的差不多了 哎 那有人奇怪了 这博物馆难道手头没钱吗 哎 不会吧 那当年你是怎么拿到这个浮雕的呢 哎 难道你不是买的吗 你当时花了多少钱呢 哎 不怕你们笑话呀 他没花钱 他们当时拿到这个杀岩浮雕呢 是别人捐赠的 现在你让他花钱买回来 那博物馆觉得肉疼啊 他们于是就跟这个保险公司商量啊 要不你们就做做好事儿还给我们呗 哎 哎 不 不好听是吧 哎 捐赠 捐赠行了吧 别提钱呐 提钱伤感情 是吧 同寿味那么浓干什么呀 那保险公司说了 去你奶那个孙子 你不给钱呢 这文物就不能还给你 这博物馆呢 是思前想后啊 到底是钱重要呢 还是艺术重要呢 哎 咱们不得不说吧 毕竟是加拿大最大的博物馆 艺术素养他还是有的 钱重要还是艺术重要呢 哎 一咬牙一跺脚啊 当然是钱重要了 于是呢 这博物馆呢 就放弃了这个浮雕作品 把这个保险公司气得一个倒养 没说错呀 这搞艺术的 跟这个搞艺术收藏的 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这帮人就认钱 那没办法了 这保险公司呢 也不能把这个浮雕砸在手里啊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浮雕在这个市场上给卖了 后来这个浮雕转了几回手 现在呢 回到了他的母国伊朗 伊朗拿到这个文物之后呢 一调查 好家伙吓一跳啊 我们都不知道这东西丢了啊 这个东西是1930年代啊 肯定是有一个文物贩子呢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从当年那个波斯帝国的废墟中跑出来的 行了 既然回来了呢 真好 再也不允许他出国了 你们别的国家谁也别想要了 今天讲了一大堆这个文物失窃的故事啊 不过呢 这么讲也对啊 因为这个博物馆呢 你要是听我嘚啵嘚啵一通讲 进去了之后 从哪走从哪走看什么文物啊 那没什么意思啊 不过瘾呢 参观这个艺术博物馆最好的方式 还是您自己亲自登门去看啊 在里面安安静静的待上一天 那绝对是一种美的享受啊 而且呢 你也看之前 你也可以买个小包啊 跨着啊 大小跟那个尺子那么大 嘿嘿 有人干什么呀 嘿嘿 你甭管了 你就进去吧 保安 这有人要偷文物啊 不闹了啊 你那也别胡思乱想了 估计现在这个博物馆呢 都不允许你带包进去了 看这个之前的故事说明呢 带包进去参观 风险太大了 OK 说完这个博物馆之外呢 咱们再看看皇家山周边呢 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呃 再说一下两个大学吧 呃 他们都是在皇家山周边的啊 东边有一个迈基尔大学 西边呢 是蒙特利尔大学 你看 这两个大学 妥妥的加拿大名校之二啊 真会占地方 你看 关于这两个大学我就不说了啊 太有名了 谁都知道 根据那个麦克林杂志的排名啊 这个迈基尔大学 它是很多年来 一直是加拿大排名第一的大学 而那个蒙特利尔大学呢 也非常棒了 你看他在那个麦克林杂志 伊伯雷大学排名中 2022年的排名 他是跟那个拉瓦尔大学 并列排名第九啊 所以说 这两个这么好的大学 围在皇家山周边 我觉得肯定跟这个皇家山这一带呢 是人节地灵的环境 跟那个风水呢 有很大关系啊 对了 既然说的这个蒙特利尔大学呢 这里呢 纠正一个以前的错误啊 我在庄业杂谈第60集 讲那个拉瓦尔大学的那集呢 顺便我提了一嘴 这个跟拉瓦尔大学排名并列的蒙特利尔大学 不过我在那集里面说的这个加拿大的现任总理啊 小土豆 朱丁特利尔大学毕业的啊 这句话呢 其实我说错了 或者说是不准确啊 小土豆实际上 他先是在1994年啊 在麦吉尔大学拿到了英语文学学士的学位 后来他又在1998年 在UBC 就是那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呢 他又拿到了一个教育学学士的学位 后来等他毕业了之后呢 他就一直在温哥华当老师啊 一直到2002年之后呢 他又回到了蒙特利尔 回来之后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他突然开始对理工可感兴趣了 于是他就开始在那个蒙特利尔大学 附属的一个蒙特利尔理工学院 学习工程学 所以说他实际上跟蒙特利尔大学 也有一定的渊源了 不过渊源非常有限了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工程学的学位呢 他没学下来 中间半道放弃了 而且还是在这段时间呢 他又在蒙特利尔大学 攻读了一个环境地理学的硕士学位 不过呢 也没念下来 也放弃了 他说为什么他在理工科方面这么不灵呢 为什么放弃呢 有一种说法了 就是因为他开始为从政做准备了 就为了专心从政嘛 于是就退学了 你看他从学校出来之后呢 他先是短暂的担任了一个 志愿者服务项目的主管嘛 后来在2006年就被自由党招募 开始从政了 因此说呢 跟小土豆关联比较紧密的两个学校 一个是麦吉尔大学 一个是UBC啊 这个蒙特利尔大学只是跟他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关系不大 因此说呢 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呢 更正一下 顺便跟观众朋友们道个歉啊 OK这是那个黄家山东西两边的两个大学啊 黄家山的北边没什么说的了 也就是那个顶着一个带翅膀的自由女神的 那个乔治艾迪安卡迪埃纪念碑啊 那个只得一说了 但是咱们上集都说完了啊 接下来呢 咱们去黄家山的西南边 这有个好地方 这是打卡必到啊 这个呢 就是加拿大最大的教堂啊 圣约瑟夫修道院了 哎 各位啊 赶紧赶紧啊 搬出小凳子来啊 坐好了 咱们呢 现在要开始讲这个圣约瑟夫修道院了 里面全是故事 嘿嘿 但是呢 这期的时间到了 咱们只能下期见了 哎呦说不对啊 你刚才让我们又搬小凳子又干什么的 这小凳子都搬来了 怎么办呢 哎 不用急啊 您装包里啊 你不是有小包吗 大小跟那个尺子那么大了 嘿嘿嘿 OK 不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您动动小手指 帮我点个赞啊 油管上观众朋友们呢 您可以点击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国内视频平台的观众呢 您可以试一下 长按点赞按钮啊 在B站上这叫做一键三连 在西瓜视频上这叫做强烈推荐啊 那按下去的动画效果超棒啊 您可一定要试一试哟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